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凡讲究品名情趣的人 都注重品茶韵味 强调 胡添品名情趣 茶增无益价值 认为好茶好胡 油似红花绿叶 相应生辉 对于一个爱茶人来说 不仅要会选择好茶 还要会选配好茶具 好的茶具能够完美地衬托出茶的色香味型 茶具的种类 样式繁多 其中 茶壶和茶杯以紫砂 磁质的为主 还有金属 糖磁 玻璃等多种材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传统茶艺 铁观音 安西铁观音 属乌龙茶之极品 铁观音成品色泽鹤绿 沉重弱铁 茶香农妇 比美观音尽水 而得此圣洁之名 是中国十大名茶之一 孔雀开瓶 孔雀开瓶 铁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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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观音尽水 而得 Gallery 铁观音铁观音 铁观音 铁观音不仅仙 还颇臉弧 闻香杯 闻香之用 比品名杯细长 是乌龙茶特有的茶具 品名杯 用来品饮茶汤 公道杯 用来盛放泡好的茶汤 再分道各杯 使各杯茶汤浓淡均匀 滤网 泡茶时放在公道杯口 用来过滤茶渣 杯托 用来放置茶杯 闻香杯 茶甲 用来夹取品名杯 茶漏 放茶叶时放住虎口 扩大虎口面积 防止茶叶外溅 茶池 用来从茶泽或茶罐中剥取茶叶 茶泽 用来从茶罐中量取干茶 茶蒸 用来疏通虎嘴的堵塞物 随手泡 常用的煮水用具 可随时加热开水 以保证茶汤滋味 茶筋 用来擦拨 用来擦拨泡茶过程中 茶具上的水字 茶字 梦尘静心 烫谷的过程 慧梦尘是明代著名的赤湖名家 后世将上等的紫砂谷 称为梦尘谷 静心 一方面指紫砂谷被内外抵挡 也指宾客心中的烦恼 也随之而去 高山流水 右手直壶 将壶中的水平均分入各杯中 每杯七分满 剩余的水在最后倒干净 壶中不能渗水 乌龙入宫 茶叶被称为乌龙 紫砂谷被称为茶的宫殿 乌龙入宫 是将铁罐音拨入紫砂谷中 芳草回春 芳草回春 净润茶叶的过程 芳草指的是茶叶 回春就好像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茶叶又恢复了薄薄生机 此时用水要轻柔且迅速 芳草将浸润茶叶的水倒出 将紫茶汤要分别注入闻香杯中 起荡杯作用 每杯七分满 剩余茶汤控干净 旋湖高冲 直湖冲水 由低到高将湖身拉起 水浆满时及时收水 使水满而不易 春风浮面 用湖盖轻轻由外向内刮去长卧 再轻轻盖 再轻轻盖 用高温的热水再次抵烫湖的外身 冲去杂物 也起到再次加温的作用 内外养生 将浸润茶叶的茶汤 依次浇洒在壶身上 以茶汤滋润紫砂壶 起到养壶的作用 若称听泉 将品名杯中的水依次倒出 品名杯又称若称杯 也是因治杯名家而命名 观光寻城 即循环分查法 此过程要滴一针茶 保持水流不断 分得均匀 寒信点冰 观光寻城后 烧一运壶 然后将最后几滴茶汤 点入茶杯中 调节各杯之间的浓度 敬凤香名 依次凤茶 并介绍铁观音的茶汤特色 铁观音汤色金黄 唇厚甘鲜 入口回甘带蜜味 香气富裕持久 并有兰花香味 风格独特 有茶中之王 绿叶红香边 气泡有鱼香之美誉 饮之具有清晰明目 防止动脉硬化 减轻辐射伤害 酱质减肥 亦受延年之功效 绿叶红香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